黑社會老大 可是私底下講話又很客氣又很愛秀 這是一個人格上的反差 那如果要欠Ivan的話 有可能要送台法拉利吧 他可能不缺法拉利 那這邊我們看見Pygorsky中了葫蘆 從頭到尾都在check埋伏 對 然後當然就是沒有任何玩家是有派利支付給他的 相信你有去呢 有去去吧 沒有去 去就完了 去就去完了 那這做職業拍手也是挺辛苦的一件事情 因為有時候你整個整年都幾乎沒有時間回家 對 接下來我是每個月都拖著我的理性帶 把箱子跑來跑去 我是去年整年也是一直飛來飛去參加撲克比賽 那可是因為你也知道這樣飛來飛去都看不到家人 就會捨不得 所以我把女兒跟小孩都帶著 就當作我們去環遊世界這樣 對我覺得你做了一個非常好的生活上面的平衡 對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其實會捨不得小孩嘛 就是出國啊 就覺得我好久沒看到女兒會覺得 覺得有點傷心 大家也開心啦 對 原本像今年WSOP 我老婆跟小孩是不去的 因為去年去過一次覺得 美國真的是太熱了 我老每天都在打牌 也不一定見得到他們 結果後來經過昨天的協調 因為我可能會去蒙迪卡羅去黑山 還要跟老婆商量 感覺又要分開太久 所以他們又把他們找去美國了 對 那這邊我們看見三位玩家進入翻牌後 那這三手底牌為KK 狗七狗九 那這裡王俊暫時還是領先 他是兩隊 KK66狗的KICKER 那這邊John Juanda跟Pagoski都有中了頂隊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如果在短牌裡面 你牌力不是真的真的非常的強的時候 他們都在沒位置的狀況之下 算是會打得很保守 像他KK也沒有打 他可能只選擇一個check call 他不會打得非常的激進 因為短牌的中牌率很高 對手很有可能有三條 所以我覺得通常在前面主動位置下注的狀況 他的牌會比較兩極分化 那如果能繼續的底牌的話 通常都是一些 有點像奧瑪哈 有一些bluff catch 就是你打對手也跟不了 可是你可以check call 抓到很多bluff的牌 那這種KK我覺得 在這個狀況之下打得小心一點 我覺得也是蠻正確的 而且我覺得跟籌碼量也有關係 因為後手籌碼也蠻深的 那如果相信這一把他們籌碼很少的話 他KK就會稍微打比較激進一點 那這邊王軍他是在考慮 需要下多大的注 那他選擇了10萬 那這邊也是一個比較小的下注 那這邊呢我們看見那個底池已經是37萬的情況下 他只下了10萬 那這些老外他們都知道偷雞是什麼 連Dewan他都就是這些 那些經常在牌桌上聽見的語言 他都會說 對啊 那Pegoski他說他會10句普通話 那也挺巧的 哈哈哈哈 四句不錯 中文其實還是比較難學的 哦 yeah I would have guessed you would know at least one of those two 對 but for a year I thought it meant nice 對 對 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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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紅色 2個紅色 嗯 O O 那個王軍 逮到了這一把應該是要reserve for all-in了 或者這個跟注我覺得是ok 因為畢竟 剖發後面要300多萬 我覺得這個call 蠻不錯的 拜拜 AK對A8 九十五萬的O-in 95萬的O-in 哇 A8 這確實來了一個8 怎麼覺得落後的都不會輸啊 奇怪啊 所以我們8人可以打那麼久啊 真的是 那7是一個好車子 對 小寶寶 8 那現在需要 好來一張7 如果是來一張9以上的牌就會比較不好一點 因為有可能會跌倒 哈哈 哈哈 C'mon Ace or no 7 No 就可以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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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Ace就發生了一個chop 哎呀運氣了 沒有一個chop 哦 sorry我看錯了 他有一個更大的葫蘆 三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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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牌齁 那這邊我們看見Koen跟Rakamoff 打到了盒牌 那这个底气也是挺大的 95万积分牌 然后我们Jason Quinn有一个Quartz 今天好像四条也很多 对今天我记得 Richard Young有拿到一个四条 他的儿子也拿到一个四条 拿到一个四条 所以在短牌里面真的 以顶对什么东西都不是 真的 我刚好跟观众聊 如果是七张牌的组合 你要完全都没有任何的 对子的几率 只有3% 我记得 就不太可能有七张牌 就没中啊 两个把国人去打 两个把国人去打 七打奖的 那还在聊说 如果短牌打奥马哈怎么打 我算过耶 其实如果六人做 这牌都发完了 对啊 六人做看 总共是36张牌 对不对 然后六人桌的话 六人桌的话就是 假设七人桌 假设满桌七人桌的话 那就是14张牌 哦四张 四张四张 对啊 二十八张牌 七人桌 七人桌 那 这里我看见 選擇一個Lib 我們的決勝 Quinn加到了五個砥柱 有個Pocket Jacks 在這個短牌遊戲裡面 Pocket Jacks跟Pocky Tense 雖然只差一格 可是其實 在如果是一個O-In的一些狀況之下 其實JJ跟史史會差距非常的大 因為對手的 AJ啊 JQ啊 KJ啊 其實你的JJ還是會可以擋到一些Blocker的 那我看見在這個面上 YKing馬上超越對方 他這邊是一對圈的排列 那Jason Quinn這邊 他的勾勾 因為他自己本身是 翻前的家住玩家 他可以試著 表示他有上面的一些 比較大的一些排列 可能AA啊 QQKK AK 甚至10勾其實都有可能 所以他這邊 在拿一個勾勾的狀況之下 選擇了一個下注 那自己本身也擋掉兩張JACK 所以讓對手 天生順的組合 降低降低了非常的多 那如果 我覺得他這邊 一個下注 也可以讓 他知道對手手上有沒有 大牌 那我覺得這個下注 真的算是 也算蠻不錯的 好 好 轉排 直接中了一個 納子順 那Jason Quinn這邊 會不會 繼續攻擊呢 還是會 Check 讓對手來打 我本身會覺得 呃 持續的下注 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讓對手 假設有一些 呃 兩隊啊 有一些 三條啊 呃 也不太容易在這邊 蓋掉 那 WAKING YOUNG這個低量 對在這個結構上面 是很難繼續的 順利拿下底刺 Jason Quinn 順利拿下底刺 好 那這邊 到了藍州 我們看見Paul Foix 在槍口位 Pinko六萬積分牌 是有九八童話的牌 那這邊 John Juanda Kiko Pinko Pogorski 九八童話 然後呢 王君是 狗九童話的牌 那四位玩家 到了翻牌後 那這裡 A圈七 大家都 都沒中 都沒中 我很驚訝的是 滿難得的 大家都沒有中 那當然 我們看見 狗九八 九八都有 對方的套詞 對 那個八九 可以買下面的卡順 買一張六 A六七八九 那現在 呃 翻牌後 最可以發揮的是 John Juanda 他在這裡是 任何時 可以買到卡順 而且在一個 沒有童話的面上 他這邊 應該是可以 扛一槍 他蓋牌 應該是因為 後面還有兩個人吧 那我看見 Pogorski 在 買卡順的情況下 下注了十五萬 因為 在這個面上 A是可以當作 五用的 那任何六 是會給 Pogorski 帶來 他買的順 我們的王軍大哥這邊 應該是沒辦法繼續 我們的王軍大哥這邊應該是沒辦法繼續 納斯順 可是對方也是 納斯順 帶 買銅花 所以這邊 我覺得 如果 Polva選擇下注 會遭遇一個很大的 Race 然後就可能打完了 然後 可能 Polorski 就有一個 Free Roll 對 這Free Roll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可以在轉排這裡 把對方鎖住 然後呢 任何美花 是可以拿下 全部的底子 那 Polva這邊 應該要做check race 在一個後面 對手只能下 一百九十萬的狀況之下 裡面有七十六萬五 我覺得 他應該會做check race 然後被all in 就秒跟了 那麼誰呢 One point 這個什麼 那個名號很多 我做得挺的 那個名號 和我都兩次了 流不流 這時候 Polorski說 哈哈 來了吧 大家很希望對手的check race 因為他的牌 是Free Roll 照理說 Polva這邊應該是要做個check race 因為 因為 不然在River 可能會打不太完 我覺得應該會是一個 七十五萬 左右的race 八十二萬五 那 Polorski這邊應該 應該非常開心的hAPPY ALL IN 了 兩個都是NOTS 可是我們的Polorski 有多百分之十八的勝率 去 先看一下有沒有 看錯牌 確認一下 現在要演得很痛苦的樣子 但是碰到玩家們演得很痛苦,然後再推個O-ing 一般都是堅果的作牌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像Justin Bonomo一樣 從頭到尾就是坐在那邊 所以他也不會給你很痛苦,不會演一些東西給你看 所以你根本沒有資訊去猜 Churik也是這樣子 而且現在其實我覺得 因為畢竟也套遲了 已經丟了82萬,總共後面只剩190萬 只是在補多個100萬 再度確認底牌 你會對一個玩家多次確認底牌 會是什麼Reed呢? 就是應該是牌很強吧? 對呀 對吧,直點玩家如果多次看他的底牌應該是不太強 對啊 他那麼硬的 哎呀,完蛋了 哈哈,哎呀,完蛋了 那我們也知道這裡如果是買花的機會也是比較低的 現在就是希望開出一個梅花 Reed 做一把蚊子了 做一把蚊子了 快死了對吧 啊哈哈哈哈 Rap 哎呀,沒事沒事 哈哈 其實在那種比賽中 拿這種牌是真的是最慘的啊 就是你那種Nuts然後被人家那個 Free Raw Free Raw的意思就是 基本上他就是 呃,是怎麼解釋啊 Free Raw就是 兩個一樣大牌可是你已經是 最多你只有分錢了 那Free Raw玩家是他還有機會超車你 所以你最多只能分錢 你最多只能分錢 我得到 哈哈哈哈 哎呀,那是 那這個情況下在歐馬哈會場見 就是兩位玩家都是中了 呃,堅果的牌 但是呢有一位玩家是可以 拿到更大的牌 然後兩家玩家打 了拳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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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還蠻好笑的 看到那個聊天室說 都可以去好萊塢拍電影了 這麼會演 哈哈 真的 你看看Pogoski真的是 好痛苦好痛苦然後O-in 其實這個是一個 Live Live的一些馬腳 因為絕大多數你看人家很痛苦很痛苦 然後最後很痛苦的O-in 通常都是Nuts 對啊因為 你有看過你有看過這樣直在不拉夫的嗎 但是下次你依舊這樣演 很痛苦 非常痛苦 然後就來個O-in 然後對方是Nuts 自殺 呵呵呵 這個我覺得 我不行了我會笑出來 呵呵 我O-in了 好這邊我們看見在槍口外 Juanda加做20萬的積分牌 順利了拿下底次 對方的積分牌 贵 eui Kleana 哇他們今天也算打蠻久的 他們應該從2點半打到現在 因為他們剛好可能這次比賽的人數也算是超出他們的預期 他們一般是沒有休息時間 也沒有吃飯時間的 所以整天都是在這個排桌上 其實打比賽就是這樣子 比如說你去WSOP 假設你要打WSOP的最後 你打Final Table好了 他前面進入Final Table前要打7天 還8天 8、7天 對 打7天 然後第8天的時候是9個人 打大奧聖6個人 第9天打大奧聖3個人 第10天打完 每天都是12個小時 對 這真的是 體力活 真的是馬拉松 對 那這邊我們看見有三位玩家 到了翻牌後 這邊分別為99、19跟87的牌 那我們看見在這裡呢 Pofois他暫時領先是19 拿到了隊子加買順 兩頭順的機會 網軍的99是買下面順 其實這個99 我覺得這個下注 有點不是太好 在沒位置的狀況之下 因為畢竟10JQ嘛 那在三人底時 對手大部分都不太會氣派 因為擊中太多可以繼續玩的東西 對 所以 這個99這個下注 對 沒有很好 而且不要忘記 如果來一張K的話 對方玩家 三人桌裡面很容易隨便一個人就一個A 雖然這把是沒有 可是我們是因為 我們看得到 他們看不到 所以 來一張K其實也 不是說很好 只希望可以看到8而已 那這個轉排 拿了一個A 那大家好像都動不太了 對啊 在這三人桌 應該大家都不太會 呃 亂下注 對啊 因為彼此會彼此的制衡 一對一跟一對二的狀況就可能不太一樣 你可能要考慮的事情比較多 那現在任何玩家下注的話就可以拿下底次 對 那我覺得現在就變成 呃 我覺得王軍這邊是一個 99是一個可以下注的機會 那不然他基本上就會放棄 那 因為這個 他看到這個狀況就是 從頭 在flop在turn 其實都沒有人下注 那王軍這邊可以試著來偷忙 因為 這邊誰先下注 誰就贏了 那位置在前面的人會比較有優勢 那PoFu這邊其實有機會是蓋掉的 而且位置在中間後面還有JuanJuan打 如果他會擔心對手有K 沒有 沒有 沒有牌 偷雞 偷雞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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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三腳四不敢去 哼 對酒 KING Slow Flake King 哼 我們看見大家都非常友善 也會告訴大家對方的底牌 不是上個十不七 八十啊 九十 九十 你輸這麼多牌怎麼去 對呀 沒排氣了 還有 還有 有可能 我好多牌都可以啦 那這是我們職業牌手裡 不會常見的 就是職業牌手 對 跟對方說他們底牌是什麼 我們的王軍拿到了一個Aces 選擇一個 算很小的家住 十二萬五 然後我們的 頭髮有一個 Pocky Tanks 那在這個 這麼深的籌碼裝置下 應該選擇跟住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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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四位玩家進樓翻牌好 我們的Proflat中了一個三條 那AA是不是會來選擇控制底次呢 在面位置的狀況之下 在四人桌上會來下注囉 打一個25萬、30萬左右的Size 我覺得都是蠻不錯的 下注到31萬 那在這邊JRD有一個雙頭順 我覺得他不可能蓋掉啦 至少是跟個一發 我還沒有看見買順的玩家蓋掉 尤其是雙頭順這樣 特別是我一般看見他們卡順都會扣 搞不好都要O-in 因為現在底次是81萬 那JRD的後手是190萬 對 對 如果他這樣推O-in 然後可以讓對方棄掉牌的話 那是非常有優勢的一個動作 對 可是還 還是可以考慮一下Money Jump 所以應該還是會小心一點 現在如果他O-in的話 現在看我們玩家手上都沒有K 只有一張8 所以他還有7個O-in 那他在這邊 還是有40%左右的勝率 打得謹慎一點 跟住了31萬 那現在Action回到了王軍 這AAA真的是 有點不知道怎麼辦 要更一張嗎 可是對上 我覺得對上一家 我覺得check call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現在重點是對上兩家 又沒有位置 他應該最想看到的就是大家都check 哇 AA直接扔了 做了非常理智的決定 吃了牌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的臉真的是太經典 這個表情應該特寫 他看見這個轉牌 哭笑不得 真的是哭笑不得 可是又不能講話這種 啞巴吃黃臉的感覺 你知道 就是 然後我們看見Polfi 在這裡投了一個O-in 什麼牌 他馬上為什麼拍 哎 哈哈哈 你卡住帳 是不是站這樣子 平階 哇 他馬上猜對方畫 手持的三條石 哇 你看堵牌多準 這個 Skilling Cut 哈哈哈 真的AA 剛剛他的表情真的是太經典了 那我們現在Action到了紅桌 在這邊我們看見有三位玩家跟住入了底池 在這邊是圈勾六的面 然後呢Rakamov在這邊是拿K9 是買花和買卡順的牌 但這邊KUN是買卡順 然後呢YKing中了頂隊 YKing這個太有位置的狀況之下 這邊算是一個有牌也有位置 蠻好的 那我覺得這邊應該可以下一個比較重的柱 可能是個15萬之類的 可是我們剛剛雖然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王君王大哥 那個表情很苦 可是其實他是做對的決定啊 而且他已經把對手的牌賭出來了 所以他是算是其實很厲害 只是算是蠻有戲劇效果跟張力的 我們這樣旁觀看起來是有點有意思 可是他這把其實是真的打得很好 只是發出了讓A10拉得很悶而已 其實這個王君大哥蠻厲害的 對 因為有時候你打牌不能是因為結果 而去改變你的主意 他在這邊如果做錯決定的話 是 他確實可以拿到他的兩個A 但是這個事情是不常發生的 然後我們在這邊 我們的Wacking Young中了一個Full House 在沒有花出來之前 基本上算是個Nuts了 現在我剛剛看到聊天室 大家在討論那個王君大哥那把牌 說這把絕對是剪輯過 把直播也太精彩 真的是直播啦 我們不是剪輯的 我剛剛不小心都笑出來 都覺得有點抱歉 可是真的是很有戲劇張力是真的 那這邊我們看見Wacking Young 在轉牌拿到了葫蘆 那Wacking Young如果是買到了花 他這個牌是比葫蘆強的 因為我們這裡打的是短牌 那Wacking Young下的注馬並不是太大 所以我覺得 還是有可能對手是會跟住的 因為畢竟他後手還是 Wacking Young下的後手還有170萬 那大家 你們說他那個表情 再好的好萊塢演員也是演不出來的 對 我覺得那應該可以剪成 我們這次傳奇撲克的某一段的 那個精彩 手牌的破口之類的 就是 剛剛那個真的 很有意思 來我們看River 會不會來一個紅心石呢 好 沒有中 Wacking Young又多賺了一發Value Bad 那我這邊覺得他應該還是會做一個 可能50萬或到75萬的一個價值下注吧 可是應該沒辦法獲得對手的制服 好 好了 就這樣 好 呢 就這樣 好 不 好 不是 好 50萬 要再加一點嗎 60萬 那這邊K9沒有買到 只能改牌了 那我覺得 Waikin Yang這個駐馬 我覺得真的蠻好的 因為對手有一些Johan 那這張S 其實你看對手 雖然是K9紅心 其實對手也是有K10的可能 那如果對方下組這個駐馬 其實還是有機會獲得一定的支付 那我覺得這賽事下得非常非常好 其實在去年轉播跟今年轉播這樣比起來這樣來看 其實我覺得大家對這遊戲感覺是越來越了解 也打得越來越好 哈哈 我們的Jason Quinn做了敵兩隊 那我覺得這邊可以來下一個 12萬5的一個價值下組 那這邊我們有看見 就是另外幾位玩家的牌力都不是很強 那應該沒有辦法支付 K9的下組 沒人付錢 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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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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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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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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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1 1 1 2 1 2 1 1 2 1 1 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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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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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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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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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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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那我们这边Pygorsky确实想了很久 超过了一分钟的思考 那他在这里是有怀疑John Juanda手上是没有比他更强的牌吗 但是他握住大了 那他在这边就算不相信他也没有办法 那这个Q8我觉得你选择要跟你选择要Race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更何况你后面抽马也很少 就算对方有比你更大的Kicker你的Q8也是不可能会盖牌的 所以还是会打完 Juanda他希望的就是他应该可以把他的Q8给打完 做一个Double 那问题是他要考虑到就是Core他的牌是不是已经比他强了 因为一般是Core不动 因为一般是Core不动 OK 然后我Core不动 你什么要做 就是Core这个 我就是Core这个 哈哈哈哈 Running Aces Let's hit it Come on push right ahead I'm going to put in free I don't want you guys to like calling Jacks and 10 I don't know You might just know we both don't have it I don't know 其实我觉得发现就是这个转播起来 短牌之所以像这种少人桌 会打这么久的原因 首先当然是因为他们筹码健康 那因为短牌其实本身的 我觉得这个游戏的精髓就是 就是大家排胜率就差不多 所以大家都会想看到Flop 所以不会像是在一般的长排里面的3B啊 Flop或是你觉得你open太少 我3B多一点 或是3B4B 其实在这个游戏里面算是比较少看到 那可能就是一个Race 然后大家都Core 那也很强牌也不一定会是真的要去3B你 除非真的撞到就可能AAKK这种状况 可是你拿KK有人3B你搞不好KK很深的状况之下 可能还会小心的跟下来打这样子 对 我有看觉得很多次手上拿到圈圈的中排 都在Limp啊 对 圈的Limp 然后后面假设后面也没有人加住 那就是看到翻牌 然后看到翻牌可能在没位置的时候 圈圈就打得很小心 所以会打得蛮久 所以我们下次再建议他们这个是打三天 不然打亨猜的三点四十五分 应该会变一倍的时间吧 有可能要达到凌晨六点 只要下午三点四十五 那这样加班的工资有没有多一点 然后跟传奇讲一下 多送我两件外套就可以了 那这边红桌 我们看见Richard Young, Jason Coon, Joaquin Young 三位玩家在跟住的情况下进入了翻牌后 那决生Coin中了一对八 可是 呃 对手都还是有可以 对手都还是有可以抵抗的牌 有卡顺 有双头顺 那我们这里看见Jason Coon下注了七万五千的几分牌 然后呢 Wa King Young 拿着买两头顺 买到了 对 跟住了在这边 转牌马上掉了个七 给Wa King Young拿到了七八九十勾的顺 那现在Jason Coon他自己本身有 中一个拔 同时还有blocker一些顺值的组合 所以他这边很有可能继续下注 首先可以让自己便宜的看到 看到这个 合牌 然后也可以 保持自己牌力的强度 因为如果你这边check掉 check call 那其实你在River 你的这个牌力很难做决定的 所以Jason Coon选择在下注一个三分之一 试着用小的注码 来 来便宜的看到River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Wa King Young Race的机会 四十万左右的Race 三十五 三十六万 那Jason Coon在这边很好做个决定 其实我觉得最近看Jason Coon打牌 我觉得我学到蛮多的 嗯 他打得比较晚 他很稳 而且他很知道 他下了这个注码 对手有什么反应 而 他 该要继续做什么事情 就是要闪的时候就会闪掉 你虽然有时候他有时候该 该跟该抵抗他也是会抵抗 虽然刚刚筹码一度掉到很少 他现在又打回五六百万了 而且觉得他会就是想到前后面的几步 是应该这么做 很厉害咯 应该说四百万到赢一圈率好快 先突突突突 那我们现在还是八位玩家 我们这个八位玩家 我们这个八位玩家 现在打了几个小时了呢 好像两三个小时了 还是八位 还是八位 还是八位玩家 当然就是因为结构非常好的原因 对结构也是非常好 那这边我们看见王军 在Hijack Way 拿到了一对K 哇 一百八 一百九吧 一公一百九 加注到二十万 我们的ProFi 有一个King Queen 铜花 那我觉得这是一定会跟住的牌 那在三人的底池 八十off 如果是一对一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盖掉 那三人有机会跟 那可是盖掉 我觉得是ok 因为毕竟不是铜花的牌 还是有一些落差的 七够 嘿 送给你了 七够 哎呀 十够啊 十够十够 那这把可能会有一点Action 我们有个顶队 跟一个超队 可是一一那王军的打法 我相信他可能会保 他会让这个节奏慢下 我觉得他可能会check 他不会急着在那边下足 现在看这个 王军大哥的表情 这也是 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那这里有看见王军 是手持一对K 然后呢 Paul Fua在这个面上中了顶对 一对圈 K的踢脚 那这个面当然也是比较湿 而且也是比较危险的 ok 这张大家都不敢动 这张转牌 大家都不敢动的原因是 任何勾在这里是沉顺了 那这边 那这边 啊 我们看见 王军 在想 在想 是不是要 开一枪 那他选择下注五十万的积分牌 两个勾 两个勾你都猜得到 那兄弟拿下底池 你有勾 你有勾 应该有勾的应该是 那他也是我们领先的玩家 三路没打 A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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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皮啊 你现在K皮有什么用啊 你动一动 我就all in你了 哈哈哈哈 你动到我就all in你了 我对K啊 对K你还敢打 你不怕勾 我不打 你勾你有勾吗 你有勾 我觉得你没勾我才打嘛 你有勾勾的啊 这个牌 我觉得你没勾我才打嘛 你有勾 我觉得你有勾我就不打 对不对 哈哈 哈哈哈哈 有没有道理 我就觉得你没勾我才打 蛤 我没怕你 AK一动就打 等到你三路里一打 我就推掉你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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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那 破发这边有一个 Q10 不同花 他有跟住六万积分牌 那这边Pogorsky 在庄家位拿到 勾九童花的牌 选择了过牌 那这里发出来 勾十八的面 那给了Pogorsky 顶队加 双头童花 对 又是买顺 然后呢 我们看见这边Pogorsky 拿到了中队 那当然也是可以买顺的 我们看 TURN 就TURN被我们的Pogorsky 操车 那这边Pogorsky 在转牌 拿到了十条 三条石 不是十条石 三条石 三条石 四条石太大了 十条石的话 这场比赛就不算了 哈哈 那Pogorsky 这边中了三条 应该还是会选择跟住 River 又超车回来啦 这是我们短牌里常见的情况 这边看见超多的 翻牌前领先 转牌被超越 然后合牌再次超越 River 来一个红星Q 也蛮好看的 那这里Pogorsky 选择了过牌 Pogorsky 下注了27万五千的几个牌 那我觉得这边 他有的葫芦 这个死 应该也是会选择抵抗的 这真的没有办法 这真的没有办法 哇 哇 哇 那我有看见 这个桌上 觉得Pogorsky 跟王军 都打得挺挺好的 我觉得王军 打得挺好的 嗯 就是 如果你让我看见他 然后猜他到底是 一个什么样的玩家 我肯定不会猜他是 挺稀疏 比较稳的一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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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感觉王军 是一个比较像 娱乐型的 玩家 对 特别想到他打得这么好 他看起来也是个聪明人 所以 就是他们 如果这些短牌都 长期在打的话 那对这些数字 都非常了解 对啊 而且王军的那件外套 是羽绒衣里面的 蓝宝基尼 是一个很高级的羽绒衣的牌子 我刚刚特别看了一下 那你跟我们直播间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就看表 看表 外套 T恤衫 还有看什么呢 看鞋子啊 什么的 那这边 今天传奇播客带来的是 100万港币买路的短牌 明天 北京世界一点败 会给大家播放 200万满路的主赛 或者是 那时候还在播 这个Final Table的Hands Up 你希望吗 希望是 不要啦 那这里我看见 887的Flop 在这边Pour 4 A圈 两张高牌 还是暂时隐线 然后呢 转牌出了个K 让Pogosky 反超 现在Pogosky是两对 KK 88 圈的踢脚 那他现在 Pour 4 是这个下注想 要代表 自己是有K的 就没想到 K在对手手上 那这盒牌 让Pogosky的 牌力更强了 现在拿到的是葫芦 那当然Pour 4 在这里 只有A圈 其实在这个状况之下 AQ啊 如果对手下注 是有可能来抓Bluff 对 他现在暂时是两队 也是KK88 首先 首先这个K 算是Round Run的 跑出来 本身Round Run的 机会你要中 就很低了嘛 那在788的结构上面 其实会有一些 九十九勾 是开不了牌的 所以 有可能 这边是有一个 Bluff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边 A还是蛮有可能 会check code 嗯 这边我们看见Pogosky 他选择 在一个75万的底次里 下注了50万 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其实 你要再往深层想一点 本来Pofar拿了A's Queen 其实挡掉了对手 拿AK跟QK的可能性 所以这边 对手的Bluff的机会 其实是蛮高的 哇 那看起来Pofar 都有考虑到这个起点 对 对 你有没有觉得Pogosky 这时候 表现的感觉 好像自己有点害怕的感觉 嗯哼 我觉得好像他都是演 演出 演给对方看 所以我觉得 带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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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都可以啊 我有个K 啊 确实 在这边 Pogosky 打了一个架子座 嗯 那这一把Pofar 我觉得这个 扣我觉得 不会说是太差 因为 的确对手 还是蛮有可能 有很多 偷机的组合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两个人都打得很好 不会觉得说 这个check code 太余 或是怎么样 我觉得是蛮 蛮OK的 因为对手蛮多东西 是miss掉的 这把就是算是 RUNRUNRUN的中了一个很大的好牌 它是怎么打你的 不会的 你知道没有 他平以为什么打 好 我们浆转到SQueens 选择直接OIN 这把输都输得有点 三路打 那务必走啊 还能说说 你也不敢打打 两个八外面你没有留打打的 那这边有一个King Jack Portosky 选择Limp 这边到了 休息什么钟 那这里三位玩家进入翻牌后 这边Portosky 中了顶两队 对 他现在很厉害 很快的Check 他排力真的不错 其实我发现要中很大的牌 Check都很快 假装很快的Check 不过 我觉得还是要看后面的动作 如果是很快的Check 然后后续又持续下转 当然是有牌 可是其实每一牌的时候 也会Check很快 可是每一牌当然可能就放弃 可是如果你是在Check很快的 在翻牌 然后在转牌 你有办法做一些Race 或是加注的话 代表说这个很可能有大牌 对 因为有时候玩家会看 如果对方Check很快 就是好像对这个 没牌 还是什么的 这个底子没有兴趣 然后他们有可能会下转 现在场上进入了一个休息时间 那我们会给大家带来 前几天的精彩排局 大家不要走开 我们过15分钟就是马会马上回来 然后这边是我Selena Ling 林佩菲和大亨帮你们做解说 然后这里是传奇扑克 在吉州岛办的超级豪克赛 100万港币买路的短牌 我们马上回来 接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